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美食频道 我是幸福的眼泪 现在天气很热 我知道大家都没有什么耐心做面包了 所以这星期我做了个一次发酵的小面包 之前我发过芝麻酱糖饼,糖火烧,糖花卷 都是比较有北京特色的主食 这次也尝试了把芝麻酱红糖馅放在面包里 做了一个有中国特色北京风味的小面包 别看它样子不是很好看 但是吃起来很香 我们先来揉面 配方中除了酵母和黄油 把其他材料都加入揉面缸里 然后用厨师机的四档先揉两分钟 揉成团以后给它盖上 放到冰箱里去冷藏 最短可以冷藏30分钟 最长可以冷藏两天 等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做面包了 就把它拿出来 也不需要回温 加入酵母直接揉面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来做馅儿 芝麻酱里边加入红糖 然后给它们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红糖的颗粒尽量给它压碎 不要有太大的颗粒 拌好以后放到冰箱里冷藏 我这个面冷藏了有一个小时 现在我就要揉面了 加了酵母和老面 老面可加可不加 有的话就加点没有就不用加了 用厨师机的四档揉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可以看到这个面团很光滑了 我们把它从钩子上弄下来 然后揪下一块面团来检查一下状态 现在面团已经可以拉出膜了 这个破洞还有一些锯齿 这样属于八分斤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黄油了 测一下面温 面温不太高就可以加入黄油继续揉 加入的黄油一定要是软化的 如果黄油太硬 或者黄油变成液体了 就不能很好的和面团融合了 所以后油法只能加入软化的黄油 加入黄油以后 先用低速揉 用三档揉三档五分钟 等看不到黄油了 就可以停下来整理一下 然后再转四档继续揉 加入黄油以后 我是每两到三分钟 就检查一次面团的状态 直到把它揉到九分斤 现在这个面团很光滑了 应该就是差不多揉好了 把它从钩子上弄下来 揪下一块检查一下状态 现在这个面团已经可以拉出薄膜了 而且这个破洞边缘光滑 几乎是没有什么锯齿了 只有个别的一两个 揉到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九点五分斤 揉好的面团温度 要尽量控制在24到26度 我这个温度刚刚好 可以把它从揉面缸里拿出来了 把面团整理一下 给它整理成表面光滑的圆形 然后放在室温下松弛10分钟 今天是偷懒的做法 只做一次发酵 所以松弛10分钟以后 就给面团平均分割成8等分 分割完以后就给面团滚圆 把8个小面团全部滚圆 详细的滚圆手法 我发过视频 大家可以到我的往期视频里查看 回圆后再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就可以整形了 把面团拍扁 然后翻面 放上红糖芝麻酱 包起来 这个酱如果放冰箱里的话 包的时候会好包一些 那馅建议不要放太多 如果太多的话 烤完容易爆开 包起来以后 这个封口就朝上放着 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把它压扁 擀开 擀成牛舌状 因为红糖有颗粒 所以擀的时候面团容易破 没关系的破就破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芝麻酱红糖做出来的吃的 都不是很好看 这也算是一个特色了 把上下两头往中间对折 接口可以轻轻的捏一下 然后翻过来 用割面包的小刀 在上面斜着割几个口 最好是可以把这个馅露出来 然后两只手再把底部 往里轻轻的捏一下 放在烤盘里就可以了 表面盖上就在室温下发酵就可以了 等它变成了原来的1.5倍大 就可以预热烤箱了 烤箱上火210度 下火180度 要预热15分钟 烤箱预热完成 把面团放进烤箱的下层 上火210度 下火180度 烤11分钟就可以出炉了 这样这个面包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也很快 吃着很香 刚烤完热的时候 红糖还会有汁水流下来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的面包视频每周五都会定时更新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 我们一起做面包 我们下周再见了 拜拜